里面的部分,我现在可以切过来,其实可以从外面或里面都可以 或者是说,你再切到2D线架过也可以 OK,这边的话再挤出,选这边一下,空白键 然后往上多少,往上就是23,Enter 这样的话,我们就底部的做就做出来 但是现在只做一个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环形阵列,那底部因为底部啦,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到3D的这个阵列 其实只要做,用这个2D的阵列就可以了 2D阵列就可以,但是2D阵列 请你选一下,这边有环形阵列,可以选这一个 选这个之后的话呢,再来选物件,选这一个,外面这一个 跟里面这个圆柱,有两个圆柱,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中心点,那你中心点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如果你六边的话,有没有,你的对角线的中间这个点 就是他们的中心点,那如果你找不到中心点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六角形的外面再画一个圆 那圆不是会有一个中心点,那你用那个圆当中心点也可以 那如果你不想画圆,教会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按Ctrl加右键 Ctrl按住 加右键 Ctrl加右键之后的话 各位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就是两点,两个点之间的中点 也就是说呢,你给它两个点,它就帮你抓住中点 那哪两个点呢?其实我们把它点下去 第一点的话,比如说我是这个端点的话 那它对面点一下 就这两个端点,它自动会帮我怎样? 找出这两个点的中间那一点 其实就是我们的中心点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它会问我们什么问题呢? 总共要几个项目 有几个角呢?六个角 所以输入6,Enter 那几度呢?其实就是360度 360,Enter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跳开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再切到那个我们的概念型 概念型,OK 那这样的话呢,就做出来了 那你可以把它转一下 好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就是透过刚刚的这动作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